中印邊界持續對視之際 印度起碼加爾邦山區耗時約10年的阿塔爾隧道 在10月3日開通 該隧道將大幅減少印度軍隊 緊急開往偏遠的中國邊界所需的時間 此外 印度想斥巨資鋪設保密光纜 為印度軍隊建立安全訊號網絡 綜合媒體報導 印度起碼加爾邦山區耗時約10年 長9.02公里的阿塔爾隧道在10月3日開通 而這條隧道是海拔1萬英呎 約3千米以上世界最長公路的隧道 出席開通儀式的莫迪總理指 這個隧道的開通不僅造福於邊界居民 同時也造福我們的軍隊 該隧道橫跨印度北部 起碼加爾邦 位於印軍開往和中共軍隊 爭執的拉達克地區的兩條唯一的幹線之一 印度政府早已將打通這條隧道 列為邊界戰略計劃 以備關鍵時刻向危險的拉達克地區 緊急輸送冰原 起碼拉亞山區高原凍地地形複雜 氣溫寒冷 每年只有6個月可以施工時間 這條隧道造價4億美元 可以令印度軍車全天候通過 使用該隧道可以避開起碼拉亞山 一段容易塌方的山口 同時節約大約50公里路程 以及4小時的時間 面對中國的威脅 印度近來在邊界地帶 加速基礎建設 包括建造公路橋樑 軍用民用機場 以及高原直升機等 另據媒體報導 印度內閣國安全委員會 最近批准了一個為印度軍隊 建立安全通訊網絡的項目 這個網絡將包括通往前沿區域的 現代化光纖電瀾鏈路 項目經費約為779.6億努比 印度防務新聞在9月28日的報導 在與中國對視近5個月後 印度陸軍的裝甲部隊已經準備好 在海拔超過4,400米高原地區作戰 在拉達克東部實際控制線地區 印軍裝甲部隊火雨路的軍團 已經部署了坦克和步兵戰車 印媒先前曾經報導說 印度海軍發言人表示 印度和日本將會從26日開始 在阿拉伯海北部進行為期3天的海上演習 該報導稱 自從印度拉達克地區 和中國發生邊境衝突之後 印度海軍和印度洋一直處於戰備狀態 數十艘軍艦已經準備好執行任何任務 今天印度在9月28日的報導 印度軍方國產無遺式遠程 亞音速巡航導彈 首次在中印邊境實控線上部署 以針對共軍 報導稱 該導彈有能力對目標發動隱形攻擊 意味著導彈能夠在距離地面 100米到4,000米之間飛行 並在截敵前鎖定目標 與此同時 印度的東進戰略也不斷延伸 在中共國所為崛起帶來的地緣壓力之中 印度積極展開對外戰略 印度陸軍總司令 勒拉瓦內 和外交部次長 席林格拉 在10月4日對緬甸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 印度希望透過加深和緬甸的合作 以平衡中共的影響力 印度政府一直以來保持中立外交政策 這種情況在人民黨領袖莫迪上台後發生轉變 莫迪採取較為積極的外交 響認同美國、日本、澳洲結盟的印大戰略 媒體評論說 印度和中國今年以來 因為爆發邊境衝突而導致雙邊關係變得敏感而脆弱 兩個永核大國在邊境遮樣地帶 已經進行了多次的冷兵棄時代式的武裝衝突 雙方在交鋒之中均有官兵死傷 可見在克制表象的背後 中國和印度正面臨嚴峻的邊境危機 身體結束 若是一個永核大國在交鋒之中 高鋒之中 詞互相當地 互相當地